当我举起相机的时候 惊动了正在睡觉的狗狗 大家好 欢迎来到青涩之长的频道 今天我要带大家走一走 位于古浪宇上的一幢私人别墅 就是这里古浪宇的关海路17号 它的主人是民国首富黄一柱 关海别墅隔壁就是梳妆花园 黄一柱不仅在古浪宇建造了关海别墅 皇家花园也是他建造的 皇家花园被称为中国第一别墅 这座关海别墅建于1918年 是仿法国样式单层平房建造的 最早他曾是丹麦大北电报公司经理的公寓 就是对面的那座别墅 后来黄一柱购买并重新装修 并且在这个建筑的基础上新造了花园和关海台 这个房子三面都面向大海 在关海台上 关海视野非常开阔 黄一柱是印度尼西亚的前首富 即唐王 1868年出生于福建泉州 是著名的爱国华侨 1919年返回大陆居住在厦门 当年结成儿女亲家的黄一柱和梳庄花园的主人 林尔家本来打算在关海别墅与梳庄花园之间打坐一座桥 方便走动 没想到遭到当时的工布局税务寺的阻拦 双王为此打了一年多的官司 最后桥也没建成 虽说当时桥没建成 但是现在别墅里的这座桥廊也非常的漂亮 现在这座别墅里还有住人 不知道是不是黄一柱的后人呢 如果你知道 欢迎在评论期留言 告诉我 我是青色之城 如果喜欢我的视频 欢迎点赞加关注 我会持续分享我的旅拍视频 这期节目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